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你说坏耶死了 周深你不要在那儿 毛布衣和周深两人 不仅是医学界的一对活宝 更是内语有名的CP搞笑组合 很多网友调侃 如果他俩不做歌手 都可以喜剧组合出道了 两人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 节目效果真的没话说 周深污脸细精附体 一旁不按套路出牌的毛布衣 张口斗乐全场 毛老师 怎么了 周深 这对相爱相杀的冤种兄弟 综艺感简直不要太赞 当众多嘉宾讨论职场礼貌问题时 一旁的周深准备弯下腰拿水喝 不料却被全场关注 此时他的冤种兄弟毛不易 化身绿茶 用茶言茶语攻击周深 我喝水 你说话你为什么要喝水 就这功夫这么渴吗 我不敢相信你在干什么周深 咱就是说毛布衣可真是看热闹不嫌势大 可当他俩遇到共同敌人时 兄弟俩便迅速站在统一战线 周深毛布衣两人录制节目 听到嘉宾说 副歌最好听 前面唱得差也无所谓时 周深神回复 就是跟唱歌一样 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得差点无所谓啊 看得出来他对音乐绝对纯粹 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而他的音乐伙伴毛布衣又怎能闲着 除了对周深的肯定外 毛布衣更是不放过任何细节 一句话得罪在场所有音乐人 歌手当然要出面证明 毕竟他们可是认真对待每个音符的 周深毛布衣两人一唱一和 像极了在说相声 原来他俩不只唱歌好听 节目完梗也这么优秀 这对神仙CP我又粉住了 我觉得周深希望他在新的一年里能够 长高高 我怕你觉得我在讽刺你 你现在是在讽刺吗 恐怕只有毛布衣能够管得住周深这张嘴了 他俩同台互相伤害丝毫不留情面 高考对你来说得十多年不止 你也就只比我小两岁 你不要说到我们俩隔了一个世纪一样 而当毛布衣与周深 两位名嘴强强联手时 就连前辈张绍刚都在劫难逃 虽说张绍刚有着多年的主持经验 在吐槽方面也毫不嘴软 可遇到他俩瞬间没了脾气 三人同框录制节目 还没进门 张绍刚老师却开始抱怨 他们现在是不太热情 我上一季来的时候他们都赢出来 那也不能赢这么远 一句话就把张绍刚老师耿塞住 不得不说 怼人兄弟俩胆也太肥了 两人现场一唱一和 硬是把张绍刚怼到毫无还手之力 咱就是说这俩孩子咋这么不让人省心 看到他俩默契的配合后 只能说心疼张绍刚老师一秒钟 而周深毛病做客蘑菇屋时 月云鹏也曾遭受过他俩的细精补刀 即使询问周深 比他头发还要茂密的毛不易 也恨不得插一嘴 你是戴发片了吗 我本来还想戴一个发片 你头发很多 周深有脱发的困扰吗 听到他俩晶晶有味说起脱发问题时 一旁的月云鹏却显得格外无助又可怜 内心OS 求求你俩快别内涵了 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变化 就跟之前比都差不多 不得不说毛毛与周深 这对没头脑和不高兴组合 杀伤力真的太强大 不过两人相声般的同台场面 也带给观众不少乐趣 咱就是说你俩喜剧CV赶紧出道吧 就有一天我看一个采访 这个声音怎么那么不像我 我听就是因为我平时说话声音这样 我平时说话声音就变成这样 采访却被后期降速 可想而知周深这张嘴有多快了 他的冤种兄弟毛毕 自然比不过 但毛毛语速慢却不自知 这下周深坐不住了 跟毛毛比的话你还算快了 我慢吗 你特别快 你都要抽速了都 还行吧 真的要被这段笑死了 周深的嘴果真名副其实的厉害 但没曾想 周深初次与毛毛见面 却是一副射口模样 但遇上比自己更加射口的毛毕 周深被迫射牛 我跟毛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他甚至是周深特别主动 对 你看 你都逼得我主动了 本以为自己说的火热 他俩就能打成一片 奈何毛毕这张嘴 让人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后面我觉得还是该说点什么 然后我也是发自真心地说 哇毛毕师你声音太好听了 叙述感太强了 我说你也不错了 看到此时毛毛的表情后 触境尴尬的周深一度开始怀疑 毛毕是不是不开心 被迫射牛的周深 不经上前关心 吐姿紧洁 表情冷淡的毛毕 接着一句话 便概括了自己的长相 毛毛你怎么了 不开心吗 而毛毛说 没有啊 可能会长得很疲惫 长得很疲惫 语出惊人的两位喜剧人 总能逗得观众 彭扶大笑 两人一个嘴笋 一个嘴毒 一对相声组合就此诞生 节目同光时 周深竟晚起毛毛的谐音梗 毛毛本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看来周深平时可没少往上冲浪 相爱相杀的两兄弟 舞台上是内向偶像 放下话筒 个个皆梗如流 这样的场面 观众简直不要太爱 毛毕周深这对CP 我真的很很刻住了 不用下来 我喜欢你 这么一样的